没钱也不能用偷的 但是呢 最近在台中一街的商圈呢 却是有小偷 光天化日之下呢 即使现场站满的人 还是照偷不误 被偷的女学生是哭得花容失色 还好呢 在店家录下了小偷的行径 要抓这个可恶的恶劣小偷 这个是什么社会 光天化日下 即使饮料店前站满的人群 小偷一样迷在怕 拿着小小的铁丝 照样撬开机车 偷走宝宝 这个先生就马上靠近他的机车 然后用了一把那个 好像万能的钥匙 把它敲开一座 就是他 这名年约四十几岁的中年男子 一边周着烟 一边东张西望 从观察目标到下手行窃 整个犯案过程完全不到一分钟 仔细看 饮料店前满满的全是客人 女学生才刚停好机车 下车排队买饮料 没想到却成了小偷下手目标 他是说那个男的 在他在停机车的时候 就已经一直站在人群中 是停在旁边 对 走过来 然后他 这条男子已经注意到他 对 已经注意到他 看见车厢内的皮包不翼而飞 女学生吓得惊慌失措 当场哭了出来 连忙请路人帮他报警处理 直接开了 然后拿就很 也没有露出那种很惊慌的表情 就很自然就走开了 过去小偷总是偷偷摸摸 但这名男子却是大摇大摆的 用铁丝窃取财物 店家提供监视器画面 要大家帮帮忙 把小偷给生之以法 中天新闻韩志兴林书役 台中采访报道